花莲市明孝里活动中心旁的篮球场 两年前受0206地震影响 地面出现不少军列及破损 球场周边及公园步道排水设施 也因为水流不顺畅 只要一下大雨就会造成地面积水 因此当地居民特别透过里长黄石柜 向事工所来反应 这项改善工程在今年2月份开始动工了 预计6月份可以对外开放 市长温嘉贤17号一大早就协同了工程队长于世伦 来到明孝里现看位于活动中心旁的篮球场 和排水沟改善工程 这项工程从今年2月开始动工 目前进度完成70% 市长感谢多位议员和市民代表争取补助 为当地的居民打造友善的运动空间 那当然首先要谢谢黄石柜里长 那还有我们的几位议员 魏嘉燕议员 杨华美议员 蔡吉塔议员 吴东森议员 李正文议员 那还有我们几位代表 热心的代表 黄达翔代表 黄瑞文代表 夏米龙代表 平岛不定代表 蔡吉宗代表 蔡吉阳代表 那总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篮球场 也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善 那大家看到这个基底可能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只有博宇而已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博宇完之后还会再放压克力的一个 等于说篮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场地 那我们也在这里搭上了相关的一个夜间照明设备 也把相关的排水一一在逐一在做测试 那我们预计是把一些场地做逐步的整理 希望下半年度大家疫情趋缓之后 大家可以借由活动的部分来出来户外走走 那到时候也把一些一体设施来做逐步的改善 除此之外 这座篮球场以往只有单边照明 现在在球场两端都架起的照明设备 整项工程预计在四月份可以完工 验收流程最快六月份就可以对外开放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篮球场已经十几年都坏掉 这积水很严重 幸福这个议员 市长的全力的推动 议员跟代表都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的整个运动环境能够更好 市长表示希望焕然一新的球场 不仅有着运动氛围 也可以符合在地年轻朋友 与喜欢运动民众的需求 借学的情 花莲市报道